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WebDuner的开发版WebDuner Bit 简称Webbit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Webbit的外观是一个长5厘米 宽5厘米的正方形 重量约为10至12克 先来介绍一下它的正面 它的正面带25颗LED灯 这25颗LED灯均可通过编程来实现正能控制 我们可以通过编程来使它们发出各种颜色的灯光 组成不同的形状 编号分别是从第一排的第一个开始 意思是0123一直到24 所有的LED灯的控制仅使用一个引脚 也就是GPIO4控制 LED灯的正下方有一个热敏电阻 在LED灯的上方左右两侧有两个光敏传感器 可用来感应光照的强度大小 最下面一排是金手指 用于开发板的扩展 其中有五个大一点的方便独立使用 分别是三个输入输出端口 一个供电端口和一个接地端口 其他的金手指包括数字输入输出接口 模拟输入接口 iPhone C接口 SPI通信接口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Webbit的背面 首先这个被金属外壳包起来的地方 是Webbit版最核心的部分 叫做ESP Wi-Fi蓝牙主控模块 里面类质有Wi-Fi和蓝牙的功能 然后呢 紧接着是USB转串口 部位按键和电池座 Bit版的有三种供电方式 可以用USB转串口 电池座 还有正面介绍过的供电端口来供电 下面一点呢 就是有一个风鸣器 可以通过编程来使风鸣器 发出不同的声音 然后再靠中间一点的地方 有一个小的模块叫做MPU9250 MPU9250是一个九轴姿态传感器 它由三轴陀螺仪 三轴加速度计和三轴的磁力计组成 那么在金手指接口的上方 有一根横有一根横的画线 在画线的最右端 有一个版本号编试 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开发版的一个版本号 那么具体的相关硬件资料呢 可以去查看我们的教学手册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啦 拜拜